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大家知道自从赵瑞被交易到新疆篮篮之后呢对于很多广东球迷来说都是心中的一个痛 因为大家一直以为呢赵瑞可能会 在广东选择退役一直打下去 谁会想到呢啊在本赛季开始之前呢广东篮篮却把他和周琪做了一个交易 所以其实对于一些广东球迷来说呢尽管看到赵瑞已经被交易过去了 但依旧心里面期待赵瑞有朝日日能够像威武斯一样回到广东南南 但就在最近呢在赵瑞的一个啊球迷群里面呢他的回应呢却让很多球迷心碎了一地 而赵瑞也因此遭到很多广东球迷的痛批 到底是什么情况我们来详细回顾一下 最近呢有广东的球迷在赵瑞的一个粉丝群当中去询问他将来还会不会回到广东南南 而赵瑞呢则是啊回应呢显得非常不客气 他说啊我既然已经出去了还想我回来别想了你们 他认为呢言分致辞已经绝了接下来呢不会再回到广东南南 那么除此之外呢他对 最近呢周鹏来到广东主场没有受到自信的这个做法呢非常的不满意 所以的话他也啊质疑呢广东南南当天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事情给做到位 言语之间显得非常的生气 总而言之从目前来看赵瑞对于广东南南的一系列做法呢似乎是心有不满而且是有一些怨气 这一次直接和球迷对线呢其实就足以看出这一点 不过对于赵瑞这样的做法呢很多广东球迷都觉得有些错付的感觉 之前呢赵瑞去到新疆之后呢很多球迷啊还为他去进行投票啊希望他能够在全明星首发当中能够得到更多的人气和热度 没有想到这一次呢他却直接回怼广东球迷啊抨击 球队那么很多球迷呢自然就觉得说他是烦骨仔和真烦日让了没有懂得对球迷以及整个球队感恩 非常的寒心 实际上其实啊关于赵瑞这一次质疑广东宏远没有自信周鹏的做法呢 最近其实广东宏远的工作人员呢设计师这些人已经发文进行回应 他说其实当天他们准备了致敬视频和海报只是因为当天呢是一个比较难过的日子 官方呢啊对这些播出的视频所有要求 所以他们最终呢就没有能够实现在主场致敬周鹏队长 但实际上呢他们能做的以及背后所有的物料呢都准备好了 只差当面播放而已 所以说实话其实我觉得赵瑞这一次根本没有了解全貌 就开始质疑俱乐部攻击球迷的这种做法真的是非常的要不得的 总有些人说他是帅子耿直很真实 但我觉得呢情商低而且不懂的感恩并不代表这是一个性格真实的人 只会说明了他呢啊不懂的怎么样去处理 和球队以及朋友之间的一个关系 真的让很多球迷 十分的失望 按照赵瑞现在的一个跳态度来看呢将来回归广东南南的可能性呢 应该不大了各位球迷的也不要抱有太多的一些期待 专注于自家球队专注于自家球员就好了 至于那些离开的球员如果他们懂得感恩我们肯定会继续支持 如果不懂得感恩甚至是反咬一口的话就随他去吧 好了本期视频就聊到这里我们下期继续开心聊球 拜拜